这起意外,昨天下午5点发生在吉隆坡交赖买套购物广场正对面的国能建筑工地 事发时,三楼的大楼股价突然坍塌,导致部分水泥和铁汁掉落地面 击中一名孟加拉吉外劳当场被活埋 萧整局在接获投报后,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经过连夜搜救后,终于在今天清晨5点23分找到出事的外劳 不过移出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因为地铁站自投入运作后,就没有进行任何建筑工程